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盼望每日亮光 激励我们属灵一起成长 弥布贾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 要所有人向他下拜 就如以前古时候 有很多皇帝君王 都是将自己神格化 以方便统治整个国家 他们将自己比尼为神一般 而且在这里的前面 第一章第二章 有论到王梦了一个梦 王的梦中有一座像 后来经但以理的解释 他了解这是国家以权力的象征 所以他想以人的作为来操弄 做了一个全身都是金的像 这表示他个人的政权与王权 要一直传承下去 因为梦中的像 但以理解释出这个金头 就表示是他自己 那其他材质的银啊 铜啊铁啊 泥这不同的材质部分 代表不同的政权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王就做了一个从头到尾都是金的像 要人下拜 对于这群不被巴比伦 世俗宗教污染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坚决不向王的像下拜 却要面对被火活生生来烧死的危险 之前他们经历了三年不用王所准备的膳食 仍旧是比众人还有智慧更健康 可是这一次呢 他们马上要面对王愤怒的质疑 王的情绪可以说到了沸腾到了极点 这三位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这外国的年轻人 他们居然当众给他难堪 不向他的金像下拜 就好像不愿意降服这位超级强国军王的权柄 王一气之下就把他们投入了火窑之中 火的温度非常之高 让你想象不到 但是呢你可以看经文当中写说 他们送到火窑的士兵站在外面都会被烧死 更何况被推入火坑的这三位 所以当他们只愿意敬拜上帝 却是要面临这样的挑战 但是神保守他们毫法无伤 见证了神的荣耀 他们之前甚至下了决心 即便上帝不救他们 他们也甘愿受死 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决心 来专心敬拜我们主耶稣 不屈服于这世界的黑暗权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